所以请各位就是找那个 我是找五个景点 那你们当然也可以找别的啦 我是觉得那个Google Map 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比如上个礼拜跟各位讲 就是说这地方你可以找宜兰 然后像我出去的时候 我是习惯找到一个好的景点 然后我会先用什么方式 比如说我找这附近 有什么好景点的话 那我就在这边打个景点 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 景点或者是打什么餐厅之类的 然后按搜寻之后 我的习惯是这样 再找评分如果是四颗星以上的 四颗星以上的 按完成 它就帮你列出来了 其实基本上 这些景点都值得去 四颗星以下的也不是不值得去 是可以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可以暂时略过 然后我就把这些景点 先看一下 大概它的位置 你不要说跑完这边 然后跑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先连成一气 连成一条线 然后它就跑 就玩得很满愉快的 不会说东跑一个西跑一个 另外的话 还可以看里面的评论 比如说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 就会有一个什么 比如说这个好了 这个就会有人去之后 它4.2颗星 基本上不会太差 但是你也不要看 那个星星数虽然很多 但有可能会被作假 为什么 因为评论的人不多 可是其实都是自己人 而且也有很多人是 自己创很多账号 然后呢 自己就自己打五颗星 都是正面评价 有没有可能 一定是 那可是如果你小量可以 你大量就不行了 就像我一个人 我十几个账号都有可能 我一个人自问自答 对不对 全部都正面的 对不对 那人云亦云 大家都说好 就会去 好像不是想象的 当然这是另外 而且甚至会有 好心人会评论 比如说像第一个人 有没有 他就有评论 我上礼拜有秀给大家 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 其实我也是看底下的人 看得不错 有这么多人都说好 那去 基本上不会差太多 另外呢 我还习惯 会先把这些 那个位置地图 比如说我今天 我向这边先低一个 所以测量一下距离 再来的话呢 我可能会想要到这里 然后呢 我可能还会想要到这边 然后呢 我可能还会想要到这边 还要到这边 然后 中间可能会岔开来 到这边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边有个新的功能 测量距离 我觉得这功能还蛮不错的 也可以善用 然后呢 每一个每一个点 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 不错的话 那可以把它清除 测量完之后 甚至你可以点击它 我的习惯是这样 点击它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信号 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有没有 你会发现 这上面都有新星 这表示什么 表示我储存的 那我以后在我手机里面 可以看到 我就知道 那个是我储存的 就是在网页上找到 在手机上面怎么样 可以看到 而且一模一样 因为我是登录同个账号 还蛮管用的 而且不是只有在台湾旅游 可以这样做 国外旅游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常常 我蛮喜欢自由行 比如说日本 我就先设定几个点 然后就把它 设定新号 然后到附近的时候 这附近有好玩的 或者直接怎么样 还可以利用什么 传送到你的手机 哪一只手机 这只手机 传送过去之后会怎么样 手机就会收到了 然后按下去 就可以导航了 多好 对不对 所以我就这样子 出门前 先设定好 对不对 先找四颗星的 所以我找景点 还非常快 而且几乎 出去玩的品质都不错 正面评价都还蛮高的 所以家人都觉得 还蛮开心的 而且有的时候 即便到那家店 突然那家店没开 我也可以马上找到 另外一家店 而且去的大家都说好 所以只要出去玩 大家都好像觉得 跟着我就对了 不过这样也有压力 但是我没有 特别做什么事 其实我只是利用Google Map 所以这边的话 提供个参考 另外Google Map导航功能 之前真的不怎么样 但是现在越做越好 可是如果跟真的GAMI比起来 还是有一段距离 可是可以当参考 所以有的时候 我比如说远程的 先用GAMI先导航 然后进程的话 比如说到附近的 我可能好像不知道 到哪里去 再利用Google Map 补枪一下 两边可以参照 所以我车上好像很忙 一堆东西 我车上会放了蛮多 有些是淘汰下来的手机 不浪费 有这一台可能是当 多媒体播放机 这一台就当导航 有的就Google Map 补枪一下 也不浪费 也想要买新的比较好 不过好像觉得很浪费 而且车上音响 我也想要把它更新成 有anjoy 不过看一看 好像都没有特别合适的 为什么现在 平板都做得已经非常好 但是车用的这个部分 好像就没有做得非常好 即便有 可是价格也非常高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以后应该 出来的音响 应该要内建什么 触控功能吧 就是把平板放上去 而且最好还可以有4G连线 但是目前有 不过单价导师都比较贵 OK 好 那也就是你可以找几个景点 那找完景点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回到 刚刚的这部分 接下来就是 我要先做什么 第一个先把那个内容部分 分别把我们刚刚这几个景点 把它复制 我已经先找到了 你就先把这几个 这个几个景点 先放在内容里面 再来做什么 做一个list review 那list review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做成什么 先项目清单 那特别注意 从那个 记事本贴过来 好像会有点问题 所以把这地方 OK 好 按个enter 那怎么样把它变对 是不是应该还有印象 第一个 先把它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 确定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 这个UL到UL 我比较建议你从这边选 UL到UL 然后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标签 检视窗里面的 JQuery Mobile 找到那个什么呢 叫做 DataRaw DataRaw 这边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叫 ListView 这个ListView 点击它 OK 这个时候呢 应该就可以看到 在UL后面 会有个DataRaw 等于ListView 然后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切到即时看一下 它问你说要不要需要一个 测试伺服器 这个时候记得选否 不要显示 然后呢 它问你要不要用本机来写预览 当然要试 OK 预览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地方 就会有个ListView 不过还有缺什么东西呢 缺第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还有缺一个这个 热门景点 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就是 这个地方 还缺一个箭头 为什么箭头 还有就是说 这个地方 圆角 这个效果怎么做出来 我想请各位 先试着把 那个ListView先做出来 等一下的话 我们逐步来补墙 总共会有三个东西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边 好 谢谢大家 那 谢谢大家 好